我們開始這個題目練習 這個題目也不難 只是說讓你熟悉那個 外積的計算方法 來我們看第一個題目怎麼算 請問你 AB 的外積是多少 AB 的外積 你要自己做練習 練習一下吧 我是把 X 的部分拿掉 組一下 Y 會寫的 -1 3 1 2 會啦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我先以前加個符號 然後把 Y 的部分拿掉 反而是 Y 座標的部分把 Y 拿掉 所以變成的是 4 3 2 2 然後 Z 的部分 反而是把 Z 的部分拿掉 所以只留下 X 的部分 所以 4 敷 1 2 1 我覺得啦 這樣子前面加個中間這個部分 中間這邊啊 前面加個符號反而是比較好 去把你的數字把它排好的 不會發生那個什麼 正負發生錯誤的問題 好 所以答案多少答案呢 來吧 -1 x 2 不是 負 2 嗎 負 2 減 3 所以變成了負 5 這邊也是一樣 4 x 2 是 8 那這也是減掉它嘛對不對 減掉 6 所以 8 減 6 就變成了 2 加起這個符號 所以就變成了負 2 那這個也是一樣 4 x 1 是 4 減掉負 2 變成負負 2 變成加 2 所以變成了 6 所以第一個 它的這個部分的結果 對不起 -5 x 2 x 6 這個就是我的什麼 YG 那麼他說他所張 第二小問題 他問說他所張成的三角形的面積是多少 剛才不是有講過嗎 這個 A 乘上 B 的那個什麼 AB 的外積的絕對值是什麼東西啊 其實是我的什麼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嘛 對不對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就等於 根號 5 的平方加 2 的平方加 6 的平方 對不對 所以等於多少 等於根號多少 根號 呃 40 40加25 根號65 所以答案寫根號65 當然不對啊 因為他講的是三角形 那 這個應該也不難啦 一個平行四邊形裡面 所以你把切一半不就三角形嗎 對不對 沒有錯啦 所以答案就直接 2分之根號65 那就是你的答案 OK 好 這個你把寫上去